明年度财案才提成就胎死腹中 必须在选后重新提成 难得对明年财案感到满地的中小企业大感失望 唯有希望选举尽早落寞 新财案紧速提成 别阻碍经济复苏 虽然马股和令吉在国会解散之后呈现颓势 但是经济学家认为 只要选后稳定政局 不会对我国经济复苏带来太大的影响 重演1999年情况 财案还没通过国会先解散 这会对经济带来何等影响 南马大学经济系教授黄锦荣倒是乐观看待 首先他点出 我国整体经济规模已经算是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整体复苏力度依然还在 虽然人力短缺问题还没解决 但纵观国际 包括全球粮食价格和运输费用 实际上已经连续好几个月下滑 整体通膨往上升趋势逐步放缓 所以财案稍微延后 他不觉得会瞬间导致我国经济衰退 新财案要着重的 看来也不只是通膨那么简单 但我想说的就是说财案 2023年财案面对的 所即将要面对的这个经济状况 它不会是通膨 那更多可能是这个全球可能陷入衰退 或者是放缓的这个局面 那这个我觉得是2023年财案 在重新提成的时候要面对的一个经济现实 而中小型企业工会会长陈芳心坦言 明年度财案出炉时 由于他们的一些诉求有被纳入其中 所以工会很高兴 但这下财案还没通过 国会就解散 他们从高兴瞬间变成失望 为什么失望呢 因为你还没有通过 你现在又解散了 那我们又怎么办 新的政府上来 这个财政预算案算不算呢 又没有改革呢 又没有换呢 我们就是一直当心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成底了 现在有看到有一点点希望的 也希望是国家经济上来 比如不要被那个麻痹一直贬制 现在又就解散国会了 那你解散国会的时候 在这个多少片里面 能够选举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当务之急 是新政府上台之后 必须尽速重新提成财案 只有钱到手 资金流入市场 经济就有望进一步复苏 他也希望财案不要来个大更动 尤其是不要砍掉 对中小型企业 这经济火车头的拨款 能加但千万不能减 他提醒 商家面对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 例如人力短缺 因为外劳根本就还没全数抵达 严重影响生产线 也打击企业复苏 再来 面对政局不确定性升高 马股今早承受压力 令吉对美元也进一步走贬制 四点六七 你四点六七多 如果你现在再下去的话 可能就跑到五块 你跑到五块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就痛苦了 东西一直就在占价 因为很多是进口的东西 尤其是是粮食 你知道粮食我们马来西亚 进口很多 所以如果是说 你不能够使这个美金 再跟马背 如果是一直在低来讲的话 你的进口的产品 原料一定是会占价的 黄锦隆分析 马股今早的表现 虽然看似软弱无力 但这不全然是因为宣布大选 而出现的恐慌表现 反而和国际趋势有关 他提醒 在纷扰的乱局中 与其不断揣测大选日期 那倒不如 尽早定下时间线 马上选 马上停止政治动荡 那未来的经济 不就更有保障了吗 那我觉得只要是 能够做到这一点 基本上股市跟经济 它其实不会有 太大的负面的反应 包括说 会不会影响外资的到来 当然外资的决定 它不会是因为 你那一两个月的 这个裁案的延迟 而觉得说 对这个马来西亚 整体完全没有信心 那你要觉得说 这个外资 包括说整体的金融市场 对马来西亚的 这个政府公共部门 有没有信心 你很容易的 就去看一下 我们的整体的债券市场 我们的债券市场 并没有因为 这个公布这个大选 这个决定而出现 恐慌式的抛售 马来西亚的债券 或者自无此类的 这种恐慌的这个举止 黄景隆也预料 新政府不会对财案 做出太多更动 毕竟时间真的有限 当务之急还是那句 要快 巴特攻坚 许文杰 万达正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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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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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